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有一個省 大部份人都是法國人的後裔 主要語言是法文 那個就是灰北黑省 灰北黑一直都有獨特的移民政策 而它的移民門檻之前相對比較低 但令人確保的是 它會要求申請人要有一定程度的法文能力 不說你未必知道 現在也有不少法國人有興趣移民去灰北黑 但竟然有法國人來到灰北黑後 考過移民的法文是肥佬 又有另外一些法國人被認為法文不夠厲害 究竟為何會這麼奇怪呢 今集會和大家一起去拆解一下這些奇聞 其實語言有地方口音是很正常的 例如英文有British Aston 有美國口音有澳洲口音 但如果你在美國 你不會見到美國人指著英國人說 你的英文不夠好不夠流利 但是今集的兩個主角 就遇到差不多這樣的事了 只不過它不是說英文 而是說法文而已 故事的主角叫做 U.N.Fema 是法國人來的 他是來自法國的 Image 他是法國人 他一直都是說法文 他只是曾經在學校學過一些英文 還有之前在美國駕駛長途車時 才用英文而已 你知道在學校學的英文 未必真的學得那麼好 而Fema本身也是長途車司機 你可以想想 如果他在美國 他又不是做客戶服務 一天八個小時都不停跟客人說話 他是做長途車司機 一天可能都說不夠十句英文 可想而知 他英文好一點 還是法文好一點 大家都心裡有數 他在2018年 透過 Quebec Experience Program 來到加拿大的灰北黑 要移民 就要拿到 Quebec Selection Certificate 要拿到 Quebec Selection Certificate 就要考到法文能力史 他是法國人 法文是他的母語 他一輩子都是說法文 所以一開始 他對考試都不太緊張 奇就奇才 他第一次考移民法文試時 就肥佬了 他自己都說 我是一個法國人 我考這個法文試都肥 可想而知 就是那些來自墨西哥的新移民 他們一直以來都沒有說過法文 他為何肥 其實都很正常 Framer是一個長途車司機 他剛來到Quebec的時候 他就要考一個 Driver License 這個叫做Professional Quebec Driver License 都是用全法文來考 他都過程 但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這樣 他才覺得 這個移民的法文試 是很糟糕 是很離譜地很難的 其實他是覺得 你申請移民來Quebec 這個地方 你要考移民的法文試合格 其實原則上是對的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法文 你移民進來 都要證明你自己是 沒有語言障礙可以在這裡生活的 但他認為 其實你是不需要將考試 設計到那麼懶 好像他這些Native Speaker 都肥佬了 那Framer為何考試炒了粉 他說原來考試 有一部分是要求 考生分析對話內容 而對話內容 有不同的人說話 有不同的觀點 而那些內容 還不是日常生活的東西 有些還是關於政治 Framer 也是人 人都會犯錯 而平時人與人之間 本身的對話內容程度 都不一樣 不過第一次考試肥佬 令到他在申請 永久居民之路就慢了很多 幸好他第二次就成功了 但仍然還等著他的 Selection Certificate Framer為何會選擇加拿大呢 Framer說他喜歡灰北黑 地方很大 空間很舊 還有很多工作機會 他喜歡和太太住在 一個叫Bruce Region的地區 反而不太喜歡 那些像Montreal的大城市 他說如果要住在大城市 那不如回去法國吧 其實Framer考過移民法文事 是壞了甚麼呢 原來有一個部分 就是要讓他聽一段對話 可能有兩三個人 就要他去分析這兩三個人 說話有甚麼point of view 而當中的對話內容 都是有些政治性的 你知道Framer是一個司機 你要他去分析不同人說話的point of view 那對他來說 這個skills是有點難的 第一 第二可能他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根本就沒有這個背景知識 在這個考試裏面 他就一頭無水口啞啞啞 當然第一次雖然他是肥了 他吸收了經驗 第二次考試其實也是合格的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你可能就會說 如果我學歷高一點 我知識水平高一點的話 那我是否又會容易一點 移民去 Quebec 呢 這樣也未必是 因為原來曾經都有一個法國人 他是博士 他就來到 Quebec 就申請移民的時候 都被人說他的法文可能不太好 於是就拒絕了他的移民申請 究竟這件事有發生甚麼事 和大家一起看看 另一個來自法國的學生 他的名字叫做 Emily Dubra 他在灰北黑的滿地可讀博士 他也是透過 Cubec Experience Program 申請移民來加拿大 之後他也是因為語言問題 而被拒絕他的申請 但他不是因為肥了法文史 究竟為甚麼呢 是跟他的博士論文有關的 原來他的博士論文應該要用法文寫的 但在五個章節裡其中有一個章節 他就用了英文寫 於是他就被認為 是證明不到他會說法文 那為甚麼其中一個章節要用英文寫呢 原來那個章節的內容 是基於另一份英文科學期刊 那這個就成為了一個理由 去判斷他的學習 不完全是用法文 其實有時我們申請讀書 做學歷認證 或者移文都會看這件事 就是你過往讀書的經歷 例如你讀學位的課程 究竟是否在一個英文的環境下讀 如果是的話 你又證明到的話 你就可能可以豁免不用考英文史 如果不可以的話 可能你就要考英文史 例如IELTS那些 去看看你的英文程度去到哪裏 這個故事 他的騎禮之處就是 他的主角本身是一個法國人 但他就說他證明不到 他自己能不能夠說流利的法文 所以當事人都說 我真的不明白 我從小到大都是說法文 我是一個法國人 而你跟我說 我不會說法文 我覺得是很離譜 很可憐的 那這件事怎麼修科呢 當Immigration Minister Simon Chalaine Buffett 知道了他的情況 是這麼離譜之後 就立刻叫人去重新檢視 他的application 後來他都可以順利 拿到他的永久居民身份 這兩宗奇聞就告訴我們 有時候加拿大的政策 是可以很硬膠的 世事無奇不有 今集就說到這裏了 喜歡的記得給like subscribe這個channel turn on notification bell 支持Patreon文字版 多人多求生決女士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